大家好,我是雪梨,今天咱们来看西西维亚所写的《枕上书同人》,《竹虎荒序篇》,《迷宗》第十五章,《黄道极日》。 虚产着粗气,她从卧榻上坐起,望了望窗外,依旧夜色浓浓,估摸着该是汗式的光景,抬手擦了擦额上的汗水,她吸了吸鼻子,虽又抹了一把眼泪。 方才的梦,我也是太吓人了,叫她觉着心里焦脆,傅又躺了下来,定了定神,努力不去想梦见里的景象。 她该想的是不久后的陈欢燕,为何却不说控制地思念着那个人,她说她要去办要紧事,还是装可能叫她丢性命的要紧事,她说话向来夸大其实,鸡毛蒜皮大的事情都能让她说成是要了命的大事,她早就该习惯了才是,却为何偏偏每次都记惯在心里? 她翻了个身,却已然睡一拳无,起身给自己倒了杯凉透了的茶,端起茶壶的手却止不住地颤抖,她梦到了索妖塔,梦到了巨石坠落压在了她的身上,遍体的鲜红,染红了她的袖鞋,她哭了起来,似丢了魂一般疯狂地晃着她,喊她的名字,咬得我头晕,她不敢动了,痘大的泪珠灌在领上,叫人觉着心疼,哭什么,会不会起,还是那般懒洋洋的声音,数落着她,别哭了, 我给你吹个吊子,说着她唤出了一杆玉笛,她从不知道她会吹笛子,因她从未给她吹过,即便是在她们那短暂的几年恩爱时光,但她吹的却是她喜欢的吊子,素质离别的哀伤,叫人甘肠寸断,她哭得更厉害了,悠扬的笛音也戛然而止。 我用笛子来吼你,已经还这么不给面子,她继续数落她,端着玉笛的手却渐渐地垂了下来,连送,她哭得上气不接下气,抱着她却沾了一身的心红不知所措,若有来世,她的目光渐渐失了焦点,若有,她断断续续地喊着她的名字,浑身抖得厉害,不会的,垂了双目,一丝苦笑浮一面上,已显了有镜灯窟这招, 是啊,不会有,来世了,拼了蜜地摇头,她想告诉她她不是这个意思,却又似喉咙卡着万根鱼刺,叫她了一个字的吐不出,她抱紧了她,无助地痛哭,哭得撕心裂肺,若是知道有今日,我兴许就,她咳了起来,慌慌地吐出好几口血,脸色虽又白了几分,与你在混的街,团聚也好过,留你一人,我, 舍不得,她觉得喘不上气,悲伤是如此剧烈,深入骨血,一层层地铺着她的心,叫她觉着连呼吸都是一种折磨,我,太子死了些,她尝出了一口气,却也是最后的一口,头顶的塔石开始滚落,天崩地裂,她抱紧了她,却未有半点躲避的意思,那一刻,她的心,依然随她而去,我呸,成语唾弃了梦里那个没出息的自己,所以猛灌了几口凉茶, 压力压惊,心道,那林颂竟连晚上睡觉做梦都不放过她,也不知是使了什么下三滥的术法来扰她的梦境,那日在太成功门口遇上她,她非但没说话,还客客气气的,她就该意识到她要使坏鲜眼,可她究竟是用了什么举法,才叫她能在大喜江至之际做了这么个晦气的梦,放假茶杯,躺回到床榻上,成语觉着明日得去寻个高人问一问,天色浇明,成语便就出了门,她去寻了学堂 掌管理算学的师父,叫她算一算,梦里梦见死人,究竟是要撞大运,还是要倒大煤,果不其然,夫子抬头关了关心笑,又抬手掐算了几遍,郑重其事的同她说,梦见死人,晦气得很,说明要出大事,成语抹了抹,所以我拿了生辰八字,叫她算一下下雨初一的大喜日子,不出所料,师父说那一日并不宜嫁去,说近百年都没有适合她俩的好日子, 成语踩了她一脚,所以揪着她的山羊胡须问她,是不是同连宋串通好了的来框她,师父哀嚎连连,却失口否认,心有不甘,她便去了一十三天同凤九吐苦水,凤九见她不开心,所以也耐下性子来同她聊了聊这桩糟心事,成语只说是梦见了个死人,寻师父解一解梦,顺便算一算日子,这一算便就算出了这么个结果来,凤九问她,那你心中究竟是做何想的? 成语拖着香栽,咎着个小嘴,喃喃尼咪,我原想,这八成是连宋那个无赖使的手段,倒的鬼,想从中作梗,不想到师父却自仙徒做担保,说此事与三殿下纠半点关系,凤九点了点头,心到这日子合不合适,也只不过是她夫君的一句话罢了,的确与三殿下没甚关系,最好心地劝了她一劝,想来你也不准备听,又何须去在意这些?成语默了默,难得得有些为难,若当真不宜嫁去,岂不是要坏了这种? 你若当真意已决,即便那日真要死人,也断拦不住你嫁人,说了话匣子,凤九便送她出门,刚入浅院,便见了难得见上一面的丛林,自攻门而入,刚想打个招呼,却见她步子甚急,脸色也愈常凝重,她直奔书房而去,凤九觉着,出了事,所以赶紧遣成语回摇池,我且有事,你自己先回去,成语关了关她的神色,又望了望往书房跑的背影,眼珠子一溜战,可可欺欺, 你去忙你的,不用招呼我,慕送她拐出了月亮门,凤九赶忙挪步子去了正殿旁的书房,刚跨入正殿,便见着丛林已是从里面出了来,她见了她,恭恭敬敬敬,地后,丛林少神,可是出了事,本以为那白袍仙君会摆盘敷衍,不想还没等她开口,身后便传来了那一罐清冷的声音,事出事了,凤九探头一望,正瞧见她那夫君单着付好架子, 四平八稳,慢慢悠悠地从书房里往外走,出了什么事,她跑向她急切询问,此一尊神望了自己的掌握先观一眼,后者遂作一告退,陈仙行去伴帝君嘱托之事,她摁了一声,这才将目光挪向身旁焦虑的妻子,连送那头出了点状况,凤九一愣,三地下,东华点了点头,去准备一下,随本帝君去一趟西海, 虽然连送那头出了事,已挡不过她大喜过望之色,凤九拽着她的衣袖连晃了好几下,倍感欣慰,这次你要带着我,带着你,倒也无妨,她虽呜了一声,语调拔高了几度,若是连送撑不住,便直接在西海拜完白事,一省得本帝君再派人来九重天接你,凤九睁大了眼睛,这才意识到那头当真出了天大的事,三地下这是出了什么大事,她急得不知所措,这可怎么办,得先通知叶华姑父, 还有老天君,不,丑玉那边我也得去报个信,你去通知丑玉做事,他们好歹已逝,现在可什么都不是,紫衣尊神打断了她,她要嫁的是直舍,又不是连送,一提她操这个信做事,女儿家的心思,你们男人怎么会懂,她抱怨着,转身就要往地外跑,却被东涵拉了住,你别拉我,抓着她的手突然一松,便见了她委屈巴巴,还不太高兴的脸,不拉就不拉,本是一句气话,可不知为何,自她嘴里而出, 却变得有些酸,凤九叹了口气,再次哀叹起自己的不争来,最又觉得东华真是她的可心,将她压得死死的,还心甘情愿,却毫无怨言地弃了还手之力,我方才是着急了些,她吱吱呜呜地挨到了她的身边,你别生气,林颂还没死呢,你急什么,紫衣尊神的理策这才缓和了些,不紧不慢,既然还没有死,这件事便就先压着,不必生长,等到三地下断气,可就来不及了,拧了眉眼,急得又多了, 一脚,你这形容,是在责怪本帝君,这可是关乎姓名之事,若非关乎姓名,本帝君也不会去这一趟,她安抚了她一阵,那处有折言,你瞎操什么行,即便是断了气的林颂,折言有法子叫她接着喘起,凤九安心些许,虽有些不太确定,可是,你信不过本帝君,倒也,不是,去准备一下,我们即可不要出发, 迈着沉重的步子,成语行在分头力池边,却有些精神恍惚,她知方才那些话,帝君是说与她这个趴墙脚偷听之人说的,所以知道提亲所言,并未属实,可能劳家的紫衣尊神亲自跑一趟西海,林颂定义是伤得不轻,那一日,她在她的请殿就与她说过,若是能安心些,现许还能留条命回来,当时她只当是一句框她的玩笑话, 而今听闻林颂受伤,却叫她不禁回响那一日,那一日,她的脸色似乎不太好,晃了晃有些晕的脑袋,成语再次告诫自己,切勿上她受骗,现许她只是诈伤,为的不过是扰了她的婚事罢了,帝君去西海,也许是陪着演艺出戏,又或许她有其他的事要去处理,想到这一处,她勉强安了安心,左右她以指舍才是命定的缘分,且他们即将成婚,她此时去担心林颂,为师不太妥贴,心里怀着愧疚,成语便就往二十千里, 七天去,索摇塔前,轻衣的仙官依旧尽职尽责,看守在那处,见了未婚的妻子到来,平坚地领上献了一亩笑意,宛如不开层层黑云,终于见得了阴阳天,要吃的是忙完了,她上前去招呼她,不过是些花花草草,本就没什么好忙的,她与她一同坐了下来,怎么,你有心事,成语摇了摇头,昨夜没睡好罢了,直舍仙官呜了一声,今日晨起便没见着你,公我说你一大早就出门了, 她梦不作声,失了话题,气氛突然变写得尴尬了起来,王十一关了关她的理塞,一颗仙便沉了下来,她晓得成语并不喜欢她,可还是用了这桩婚事,那日在天曲宫见着她与三殿下,她便知他们尚未断干净,她与成语来说,不过是快挡箭牌,而事实上,这叫她觉得挺生气,可即便如此,她还是舍不得责难她,若他们的缘分便是起于此,且由此得以延续,她又能埋怨什么呢? 成语需要挡箭牌,她便做了这块挡箭牌,她愿意挡在她的身前,为她遮风避雨,这便是她修仙的目的,这一事,她为的,不过就是一个她罢了,可若她并非愿嫁呢? 王十一望天,不禁自嘲,哀叹自己一个山贼,竟然舍不得勉强她半分。 成婚宴的事,她沉了沉,下雨初一恢复胎感了些,抿着嘴,成语思量了许久,却还是喃喃开了口。 其实,今日一早,我巡礼算夫子算了算这日子,她两人一笑,可是不合适,成语勉强地嗡了一声。 那日一定日子,我便觉得太草率,她反倒宽慰起她来,若是不合适,便就换个日子,也无妨。 可是,她很是为难,那老夫子说,近百年都没有合适我俩的日子,静一仙观摸了摸,语气依旧平和,追育着过往。 还记得那年在山脚下遇见你,你穿着粉色的衣裳,坐在一棵大树下哭鼻子,那年,你才十七。 成语点了点头,虽然她对那段往事已是几乎没有任何印象,我本是个山贼,此该入幽名思。 因缘忌讳,我修道成仙,与你相聚九出天,她抬头仰望撞围塔楼,不经轻踏。 你说我与你可是三生时尚的缘分,所以你该要嫁我,可因缘并非缘分这么简单,缘分不过是天注定,但因缘却并非缘分能注定,能否成一代因缘,却还得医治人味。 没有应该与不应该之说,她搅着一群的料子,忐忑不安。 你可是不愿意我成亲了,我怎会不愿意。 她懒了懒她的肩膀,却感受到了怀中这人身子陡然一僵,醉也两人于胸。 夫子说得不错,还是得寻个好日子,等你何时愿意了,我们再来挑日子。 直说,我更愿意你叫我石仪。 她松了手,今后我还是回去住,你也好自在些。 你可怪我。 你拿我当挡金牌,是个男人都会生气,谁叫我王石仪偏偏就看上你,即便是气,也值得忍着。 我不勉强你,现在的确不是成婚的时候,你看,连个好日子都没有。 她笑了笑,来,我送你出天门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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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订�